就代表我们节目组问一下 你觉得你这样的一个魔术 如果你给我们非你莫属的一个线下活动来展示的话 比如说明年我们要做的第十届 天津广播电视台的荣媒体粉丝狂欢节 你到现场给我们变这个 你收费价格是多少 这么直接的吗 当然要直接了 因为你走的是商业价值啊 我们要根据你的魔术的精彩程度和你的这个收费 来看看是否选择邀请你到现场做展示啊 那我可以说一下我平常的一些定制的价格 一般是在四位数左右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没有意义 对于你没有意义 你花了这个钱也是没有意义的 我想做的是深度的定制 深度的定制我们需要根据项目直接来做的 假如您明年要做的话 那我觉得再怎么样 你至少来个五位数 我帮你好好做一下 不不不知隽 你是在忽悠我 没有忽悠 你是在洗脑 没有没有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回答 要么就说我这个 我可以免费来做 或者我的收费价格是多少 对 那个这个小伙子还是有点年轻了 对 这个时候呢 还是觉得有些凶愧 对了有点太年轻了 这个似乎好像有一点高开逼走了 现在 我觉得说那么多商业价值 你接着变吧 要不然我告诉你 我这灯咔咔的就灭了 因为我觉得好奇怪 你有什么奇怪的 你就展示吧 你要是那么明白了 就就有商业价值了 要不然就是过度销售 我刚才听他说 我觉得你过度销售 就是销售那个套路 一下子就出来了 什么又五位数又几位数的 你变吧 这样吧 你不是今天带来了好多魔术吗 对 没错 这样来咱们再来变一个吧 可以啊 那我还是想请一位观众 进行的健身 他作为现场 作为观众的健身 好不好 因为挑观众我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挑的 一般像这种主动举手的都不能请 谁主动举手呢 就那边那个 主动举手的真的不能请 他们是砸场子的时候 对 它会影响大家对于魔术的观感 刚才第一个 问我问就是杨荣老师 所以我可以有这个荣幸 请杨荣老师上来 给我一起完成接下来的表演 没问题 来 我们掌声欢迎杨荣 杨荣最喜欢的 我今天呢 问您带来的两样东西 这是两张红色的礼物纸 我麻烦您能随便选一张吗 来 都可以啊 你给我近一点 可以 都没问题啊 左手拿好红色的礼物纸 左手 右手张开 给大家挥舞一下 大家给他点掌声鼓励一下 好不好 接下来和我一起坐 沿着红指正中心 把他对半撕开 哎 太棒了 慢慢地把碎片合在一起 横着呢 好 再次言中心撕开 不用折一下啊 这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看容而多细致啊 太棒了 太棒了 再折一下 然后撕着跟狗啃的似的 给大家看一下正面 给大家看一下反面 慢慢地把碎片合在一起 马马齐 这个因为你撕的 对 我来帮你马齐吧 差不多就行了 您平常写字用啊 用左手还是右手啊 右手伸直 伸直 对 把碎片握住 变魔术呢 用到魔术手势 麻烦您和我一起坐啊 来 吹口气 一个爱心 各位 如果没有错的话 神奇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和这位老板 一起完成了碎片 慢慢地发生一些变化 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一颗 像这种美好寓意的爱心 我们给他点掌声鼓励一下 好不好 哇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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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吹口气 然后把爪爪放下来 三 二 一 来 左手脑口 这颗大的爱心 右手脑口 这颗大的爱心啊 事实上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这么多朋友在这里啊 我们需要一些额外的魔力 送给所有镜头权的朋友们 好不好 我们拿一颗小爱心吧 好 然后你只要保持好看就行了 我希望大家都在心里面许一个愿望 好不好 对于今年的期待吧 再授十斤 这个稍微不要超出我们表演预算就行 好吧 这个魔术是送给所有人的 祝愿各位在2021年啊 疫情影响的当下 都能够脾气太来勇往直前 心想事成 美梦成真 咱们送给你们自己 也送给他 谢谢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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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 不错 不错 故事性很难找 你看得过怎么样的吗 对 也看得过 但是至少他这个的表演 要比第一个表演得特别好 我觉得他搞气氛 还是要再好好搞一搞 他不能端着 他要跟观众之间的距离感 要多缩短 太有距离感 你们太吹猫求疵了 不管怎么说 变得还是挺精彩的